最近以前IT好像也有点不太宁静 又有大事发生了 某著名软件外包公司有一名程序员 一位他公司的拖欠工资 一气之下拉着一条条幅 站在楼顶上准备跳楼 这种讨薪的方式太极端了 不过反过来说 这公司有点太差劲了 这里说的拖欠有工工资 还是一个挺大的公司 太不厚道了 拖欠有工工资的公司千万别去 因为拖欠有工工资 它不是小事 一般不是上级领导他个人的行为 大多都是公司的管理层有问题 是企业文化有问题 大家一定要小心 再一方面 只要是拖欠有工工资的公司 一般都是财务出现问题了 就是公司有点危险了 最后能不能好转就不太好说了 如果你没公司精神出现 发公司晚几天发放的话 就可以抓紧找夏家了 这种公司能完全恢复的可能性不太大 这件事 这软件公司都不好过 倒闭的公司特别多 任何公司倒闭都很正常 现在公司倒闭不像前几年那么让你惊讶了 你放在前几年的话 如果哪个大公司突然倒闭的话 肯定会迅速登上热搜的 现在可能就不会了 因为怎么说大家都习惯了 已经见过不怪了 为什么有些公司会脱窃员工工资呢 当然了 有些公司的 它是领导故意拖欠的 就故意拖欠某些人的工资 就个别人的工资 目的呢 它是通过这个脱窃员工工资的方式上 逼员工离职 当你离职的时候 领导会把你脱窃的工资 一下子给你结清了 这算是一个逼人离职的一个手段吧 现在大环境这么不好的情况下 就是可能有些公司会使用这种 所谓的骚操作吧 一般情况下 脱窃员工工资的话 大概率是公司的资金流转出现问题了 资金率出现问题了 要不公司也不会冒这么大风险 去脱窃员工工资的 对吧 因为一旦脱窃员工工资的话 大概率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机器性 影响这个工作效率 对公司影响就太大了 损失就太大了 所以说 脱窃员工工资肯定是没办法了 大概率是公司遇到难处了 软件公司经常会遇到类似这种情况 你比如说 某个项目然后到回款日期了 客户就找各种借口就不付款 一旦这种客户多了以后 软件公司的资金流就出现问题了 因为不管那客户有没有给公司正常回款 员工的工资 什么社保 无限一金等等吧 这种费用每个月必须要支出的 这样的话 软件公司就很麻烦了 很多软件公司就是这样被拖垮的 我以前就遇到过这种公司 刚开始的时候是工资晚发几天 下个月呢 他工资是晚发十几天 第三个月呢 开始呢 他说只发半个月的工资 第四个月呢 就干脆不发了 然后就向公司的圈员发个通知说 公司延期发一个月 到第五个月的时候呢 公司呢 直接就不发工资了 又过了几天啊 公司就直接就关门倒闭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 公司拖起了员工的一个半月的工资 公司倒闭关门了 然后那时候你再走劳动政策 也没什么用了 因为公司倒闭了 老板你都跑路了 所以说啊 只要公司刚开始就是延迟发发工资的时候啊 就说明公司的现金流出现问题了 大家呢 要早就打算了啊 避免建策的最后 到那时候就损失太大了 那时候就备了